现在是晚上七点半 这边大堵车 听这边的朋友说前面在修路 要三四个小时 哇塞 马上进西藏了 这边是蓝沧江 看 这边七点半天还亮着 我现在手机没有信号 司机一点都没有信号 准备吃饭吧 我车里边还有中午闷的生的米饭 这些人惨了 堵着里面吃的 开房车爽啊 看前面的人都在堵着 这个 一闪一闪的是这边的 拍照的监控 这是俺的小车 嘿嘿 中午煮的米饭 爽啊 做饭 换上我的拖鞋 今天刚加的水 在加油站加的 我问了一下 这边的水是自来水 可以喝 我就加了 看看吃点啥 车里边只有土豆洋葱 还有西红柿 还有苹果 苹果是在香格里拉买的 今天从德勤出来 我现在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买菜 看 这就是我的晚餐 一个土豆 这些是配菜 炒个土豆丝 在这种环境下 能吃到土豆丝已经非常摇摇了 吃完土豆丝再吃个苹果 这小生活啊 得呀 刚才翻了一下我的储备库 找到一个肘花 准备土豆丝炒肘花 太丰盛了啊 车里有点小乱啊 这边是我攒的衣服需要洗的 这是晚的卧室 听说这边要堵到十一二点堵吧 只要不饿肚子就行 我没有搭桌子 在车里边就这样切菜 挺好的 菜切好 准备炒菜 肘花 土豆丝 小葱 还有蒜末 在这种地方大堵车 多数人都饿着肚子的情况下 我能吃到自己做的饭菜 已经很幸福了 这个火是已经很硬了 看一下外面还在堵几十辆车 准备炒菜 油刚倒好 车里边炒菜的话 我这个排骨扇就得开着 外面堵着的人太多了 主要是几十辆车 好多人 如果只有几辆车的话 我可以给他们一点吃的 但是人太多没办法 差不多了 再炒的话 看一看我的大餐 冒着热气 大餐出炉 看一下米饭剩的不多了 因为我中午门门太多 因为这个 晚上的话少吃一点减肥 这是我的维C水 可以美白 怎么样 开吃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快到 盲康了 已经在西藏了 昨天从德勤一路开过来 开了千千两百公里 远方的应该就是美丽雪山 都被云罩上了 看不到 看这边的景色 这边叫红拉山 看一下 海拔四千四百四十八米 昨天晚上在这边露营的 然后 有点高反吧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头有点疼 但是睡了一觉 今天完全没有问题了 这边都是游客 这边有一辆 这是车祸了吧 吉普 昨天晚上这边堵车 前面修路 然后 嗯 赶在夜路吧 全都是大碗 山路 然后走过来的 本来想开到盲康县城了 现在距离盲康还有 六十多公里吧 但是 太晚了 昨天在这边露营 已经 快十一点了 这边昨天就我自己 一片漆黑 路灯也没有 这边是又一个关键台 看一下 也放在雪山 我现在准备回车里 简单吃点东西 然后 去往盲康 在车里边煮个豆奶 算是我的早饭吧 然后 玉米片 海拔四千多的高原 这个 煮水还是可以的 可以煮熟 这边是面包啊 饼干之类的 一会儿吃点面包吧 做一个早饭 简单吃一口 在高原上 这些东西都瘴气 看 都快爆炸了 再煮一下 煮一会儿玉米片 这些东西泡不熟 简单吃一口 然后去往盲康 下午在盲康吃点好的 煮完了 煮完了 放了三包豆奶 吃点小面包 早餐的挺好嘛 车里煮豆奶的时候 这个排风扇 必须要开着 因为容易缺氧 本来用那个气罐的话 在车里边就不太好 所以一定要开风扇 尝一口啊 很不错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 还没吃饭 刚刚找到露营地 这边是一个藏族的村子吧 但是像一个小区一样 全是楼 然后明天拍吧 今天太黑了 这是我的晚饭 做一个西红柿打卤面 这是我改造的小厨房 厨房放到这个位置 真的很方便 不然每次都得打开后门 现在这样的话 方便多了 在车里边直接做饭 冬天冷的时候 更要在车里做饭了 外边做不了 今天在加油站加的水 然后这边加油特别贵 九二的汽油是八块五毛多 这是我加过这么久以来最贵的汽油 这边是我的调料 这个瓶子里是葡萄糖 今天中午冲的 高反的话喝点葡萄糖 看下车里的温度啊 现在是18度 比较干燥 晚上吃完饭洗衣服 继续洗 这就是我的小厨房 有点挤啊 就在这做了 倒点油 先把这个炉给炸出来 然后再煮面 倒入鸡蛋 这边的海拔应该有四千多 因为刚才在这边路远的时候 有点耳鸣 就像坐飞机一样 然后现在好了 煎点鸡蛋 我的卤 西红柿鸡蛋 以后下这个挂面 正好够我一顿的 一百五十克 我的卤在这里 看一下 明天早晨炒点这个 豆皮木耳 煮花 作为早饭 这锅有点小 大锅用来做卤了 听听外面的风声 我还在这个小村子 一会儿拍一下外面 刚才在车里边做了个菜 昨天泡的木耳和那个 豆皮 这是我的小车 省电我就没开灯 洗的衣服 还没干 这是我的储备水 还有之前在加油站家的 饮用水 自来水 这边是我昨天的露营地 这边风很大 也很冷 车吹的都直晃 看这边是个小村子实际上 但是小楼建设的非常有特色 非常美 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现在是下午1点多吧 我目前距离左贡线 不到三公里 准备去往左贡线 在那边买点补给 买点菜 因为车上现在只有土豆 这是我的折叠自行车 每次开车都把它挪到后边 有人问我这里是什么 这是一个狗笼子 然后航空箱 但是现在让我放在这里 装一些零食之类的 今天中午在车里边自己炒个菜 土豆 青椒 还有鸭腿 煮的米饭 目前海拔是4000多 我所在的位置是 邦达县 西藏邦达县 这是我的调料 看有什么 辣椒 鸡精 十三香 盐 这个气没了 重新拿一个气 先把土豆简单的过个油 然后再下鸭腿 先闷一下吧 不然这土豆不太熟啊 一会下点鸭腿 青椒最后下 我现在车里还有80%的电 目前准备在这边待两天 因为这几天一直在开车 都没工作 今天吃完饭得工作了 这个米饭应该会熟 海拔4000应该没问题 做好了 我的午饭 我的午饭 看 很有食欲 准备开吃 试了一下米饭 稍微有一点硬啊 但是能吃 开饭 今天下午我在车里整整待了一天 因为有工作要忙 然后一天没出去 一直坐在电脑旁工作 这是我的电脑 然后 刚才感觉心慌 就是 网上搜了一下 说是高反 所以心慌 所以我这个 买的氧气瓶派上上场了 感觉这个氧气还是有一点用的 就是吸了几口以后 感觉心不慌了 但是隔了一会儿 还是不舒服 还没吃饭 现在已经快十点了 今天忙了一天 忙到现在 刚忙完 准备热点菜 然后吃了 明天得出去逛一逛了 不然这个 不行了 高反得逛一逛 这边是西藏 昌都市下面的邦达县 邦达镇 然后 这算是这个镇的中心吧 看一下 全是饭店和宾馆之类的 感觉这个小镇应该是为了游客见的吧 就是全都是这些 外地人开的店 我就露营在这边的 转盘的停车场 免费的 今天是在这边的第二天 明天在这里继续工作一天 白天可能要逛一逛 然后 后天吧 后天出发 我在林芝有快递要接 溜了一圈小小 回到车里 这边的早晚温差真的很大 中午的话 太阳特别晒 可以穿短袖 晚上聚冷啊 上车